许阳冷笑一声 浑然不在意博士这般凶狠的姿态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现在 就是掌控对方命门的主宰 就算他说出再怎么狠辣的话来 他也不敢真的对自己怎么样 我的问题很简单 告诉我 你背后掌控这一切的家伙 到底是谁 许阳这回一开口 倒是身边的蒲丛 西黄也是一脸懵逼的表情 主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 博士难道不是这里的掌控者吗 许阳哈哈大笑起来 掌控者 你想的太多了伙计 就凭他这样 怎么可能是拥有掌控者的身份 如果他真的是整个军团的实际控制人 他就不会用刚刚那样的形式 毫不犹豫地吞噬身边这些助手们的生命力 更重要的是 以他的能力和资本 有如何能够得到一颗 种植在他心脏当中的特殊种子呢 据我所知 植物生命体系移植到修饰的体内 这样的工序 光凭博士的智慧应该是可以完成的 但是 若想将灵魂也融入到植物生命体系的形态之下 这就根本不可能是他这种层次的存在能够做到的 告诉我 这颗种子到底是谁给你的 又是谁帮助你构建起了如今的植物体系形态 想好再回答我这个问题 因为一旦我判断出你是在欺骗我的话 你将会失去现在的一切 徐扬这般说着 掌心之中的力道悄无声息地开始加剧 而在这一过程当中 博士的身体发生了 精卵一样的疯狂抽搐 显然 这颗心脏就意味着他的一切 一旦徐扬手掌的力量微微加重 博士将会在无尽的痛苦当中走向消亡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求求你 不要捏碎着一个心脏 这里面种植的乃是生命之种 也是这无尽之海下方 三大黑暗主宰之一 永恒魔术的生命力果实 如今 你们所有看到的这一切 包括这一支神兵军团的力量 都是由永恒魔术在背后掌控 我只是魔术大人的傀儡罢了 正因为我拥有这种科技的能量 来自外语世界的文明和技术 永恒魔术大人决定复制我 成为这无尽之海当中 最强大的三个军团霸主之一 当然 我也仅仅只是他的一个傀儡罢了 作为投资和交换 永恒魔术大人将这一颗生命之主附于我 并种植了在我的心脏当中 还为我加持了植物生命体系 这样我的实力就可以和这无尽之海当中的任何一个顶级强者抗衡 许阳文言终于还是面色平静地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继续吧 我想知道更多有关这些事情的内容 然而 这一次博士并没能让许阳感到满意 按照他的说法 博士在获得了生命力的体系之后 就一直被关押在这个实验室当中 就连他的那些助手们 也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间实验室 这些人已经在这里面忙活了几百年 虽然积累下来了无数的实验成果 可具体应用到现实当中的过程 博士却没有参与 至于许阳的其他那些队友们 分别存在的那些空间究竟该如何前往 博士也根本不清楚 许阳当然判断得出 对方在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支持下 并没有一句的谎言 可许阳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 博士却并没有帮他解决 这就显得很尴尬了 就在这一刻 许阳赫然发现掌心当中的这一枚心脏 自行变得格外躁动了 怎么会这样 许阳拼尽全力 想要将这一颗心脏 攥在自己的手上 避免这个心脏当中的力量 突破自己掌控的极限 然而 终究还是没能挽回这颗心脏 欲将喷波而出的恐怖力量 只听得一声巨响 这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 在许阳的掌心之中轰然爆碎 所有的力量扩散向周围 原本 这股力量带有着想要和许阳 同归于尽的强大摧毁力 然而 许阳的肉身又如何能是 这般轻易就被伤害到的 这种程度的力量波动 对于许阳来说 不过和脑痒痒一般罢了 伴随着这个心脏的爆碎 博士的生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 迅速走向了萎靡 看到这一幕的发生 许阳终于明白 这应该就是那个被称为 永恒魔术的幕后掌控者 自行了断了博士这一傀儡的生命力 用这样远程操控的方式 爆碎了心脏当中的能力 自然也就断送了博士的生命力补给 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操控着这些傀儡们 帮他完成不可告人的秘密 主人赶快出手 那永恒魔术想要将这颗心脏当中 种植的生命之种一并毁掉 西皇赶快开口提点了一声 也正是在这一刻 心脏当中原本包裹着的能量 化作一道冰冷的紫黑色骷髅的形态 开始进攻那中央一个小幼苗一样的 碧绿色的生命之种 徐阳如何能够让他得逞 冷恒一声 脚下猛的一阵强大的天使领域 迅速将那一枚青色的幼苗完全包围 与此同时 徐阳掌心之中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 瞬间打出 生生是摧毁了那黑色的骷髅图腾 完全抹杀了永恒魔术 对着生命之种的掌控和威胁 掌心之中轻轻一挥 这碧绿色的幼苗就这样平静的 落在了徐阳的掌心之中 生命之种这绝对是一个留有大用的好东西 这样的植株恐怕也只是在这无尽之海当中才会拥有 这种子的价值当真是无可估量 远要比军团的宝藏来得更有价值 徐阳毫不犹豫地便将这一格生命之种收入囊中 与此同时 除了这生命之种的一道本源气息 并将这一盗窃信息附着在了自己的玉骨神剑本体之上 主人 你是想借这生命中的气息 进一步寻找那几个队友被关押的位置吗 大功 Vander ? ʼ 最后 我们 无